台湾有工作权 搜救权是其一 然后有企图权 那有军权 有警权 有防暴权等等 他们都在服役当中 当年921大地震 我们是第一批 到了现场的新闻工作者 然后那时候 台湾还没有自己的搜救权队的时候 是有来自于世界各国的搜救权 我当时为什么会注意到他们呢 其实我有一个平常就在为我做很多的 咨询的关心理受益师 他成立了台湾工作权发展协会 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要有这个工作权发展协会 他们在做什么 做协会一开始的目的是希望说 不管是现在的领犬员 还是是退休的工作权领养者 我会希望说 我多给他们一些知识跟准备 我必须再帮他们多想一些办法 所以当我知道 现在有一群受益师 很自动自发的这些专业人士 然后也包括了有行为学受益师 也包括了有这些动物医院 他们透过台湾工作权发展协会 在做建立一个体系 建立一个支援的后盾系统的时候 我觉得格外有意义 这阶段比较 对外比较会让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会办很多讲座 除了是针对就是说 一般羊虫物犬的四种之外 我其实那个课程内容 都会置入一点关于工作权 如果有一些收费课程 的目的其实是因为 我希望让退休的工作权的家人 请你们来上课 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说 我们一起来 take care 这些 曾经为台湾服务的工作权 毕竟一他们是受医师啊 所以如果说受医师也可以加入到 这个环节里的时候 我觉得会对这些动物的福利会更好